好 爸爸你是不是要回来了 不跟敏儿阿姨结婚了 爸爸 你如果和敏儿阿姨结婚的话 那妈妈呢 妈妈怎么办 傻瓜 爸爸没有要跟敏儿阿姨结婚啊 爸爸心里面 只有你跟妈妈 太好了 爸爸 以后我们上班就跟你在一起了 亲爱的 什么时候回来 不想问 来 妈妈带给你加坤牛肉 吃完搞点休息 明天还要上课呢 拜拜 我们要走 那我今天不走 那我今天陪你睡觉 那你以后都不允许走喽 好 多少 准备 这个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明天就要结婚了 这样没关系吗 没关系 我说过今天晚上是属于我们一家三号 我不会让任何人打扰 唯不云 你不云 你不云 不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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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 就像一艘丑药 老公 老公 你这么说 我也知道 你和一个没有感情基础的女人在一起生活 已经非常为难了 老婆 谢谢你理解我 等共产事情结束之后 我保证我一定回来 我舍不得你 我也舍不得小芳 莫名 但是无论怎么样 你明天都要成为别人的老公 心里面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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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会很难过 但我告诉你这结婚是假的 我保证 我保证 我回来之后 我会给你更完整更幸福的嫁 比现在还要幸福 知道吗 我求求你不要再让我失望了老公 我 我会是受不了的 我会是受不了的 老婆 我发誓 我绝对不会再伤害你了 我绝对不会再伤害你了 我开闹 你耍小 하나 我会跟着你 不过 我感谢你 怎么回事 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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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妄程 这是你们最后一个夜晚 好好享受吧 我已经等了那么久 也不建议再多等一个晚上 从明天开始 你会成为我的男人 安心 别以为你会赢过我 我要命而发誓 我会把你变得更惨 变得更加可怜的 你懂什么 爸爸今天买早点的时候 看到我们小区门口 有个老爷爷 在卖这个盆栽 这个樱草可爱吗 可爱 他怎么不找花 因为老爷爷说 这樱草才刚种下去 要等它开花 我们要等半年 半年 爸爸跟你做一个约定 什么约定 爸爸因为公司 还有事情要解决 等它开花的时候 爸爸就把你跟妈妈 接回来住 真的吗 那半年以后 它就会开花了 爸爸看到这樱草呢 觉得它是个好兆头 所以我把它买回来 所以它一定会开花 你跟妈妈呢 每天就跟它好好的交水 对它许愿 它开花之后 爸爸就接你们了 真的吗 那半年以后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你去看吧 你去哪儿 嗯 安心姐 真不好意思 一大清早就过来打扰你们 没事 嗯 汪城人呢 汪城在里边 可是晓风在家 我怕孩子看见不太好 我明白的 那我就直接带汪城 去婚礼现场走几遍流程 也会比较快一些 安心姐 你就放一百二十个星 把它交给我吧 我就叫他 敏儿 你怎么来了 哎 哎 哎 汪城 时间不早了 我们该走了 婚礼公司那边都在等着呢 哎 哎 哎 敏儿 你先下楼 我等等着下去 嗯 我知道了 那你 就好好地跟安心姐 还有晓风告别吧 我在楼下车里等你 嗯 嗯 嗯 老婆 老婆 一定要回家 儿子需要你 我们这个家 为了没有你 傻瓜 我们签过夫婚协议书的 我说过没家人会团圆的 一定会团圆 等我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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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就算是你嫌烦 这个事情我也要管 现在就等你一句话 啊 我这个大度婆 就舍命陪君子了 我们到婚礼现场去闹去 看最后谁挂得住 丽颖啊 你别激动啊 你听我说 这事情不是你们表面上 看的那样 汪诚那么做她是有苦衷的 我真是搞不懂你 汪诚她给你下了什么谜要了 当局者谜旁观者清 这么多年你怎么伺候汪家的 怎么替汪诚牺牲的 我全看在眼里 汪诚呢 她是怎么利用你 怎么污蔑你 我也一清二楚 我告诉你 汪诚她就是要当成世美 她不会再回头的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明白啊 你真是气死我了 丽颖 我知道你心疼我 为我打抱不疲 但如果汪诚跟敏儿不结婚的话 这件事情是完全解决不了的 我还是头一次 听男人用这样的借口 去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 走 我陪你去套个公道 你别这样 我还有事儿麻烦你呢 我要参加婚礼 孩子 麻烦你替我照顾一下 什么 你要去参加婚礼 我看你是不是气糊涂了你 你相信我 汪诚是没有忘记我和孩子的